早餐要想吃的好有營養 就試試這款懶人般小餡餅吧 皮薄餡足 做法簡單省時間 先在小碗里打入兩個雞蛋 加點玉米澱粉 充分地攪拌均勻 這裡加澱粉能讓雞蛋更好的成形 畫面石不容易破 接下來準備一根胡蘿蔔 用刮板擦成細身 將胡蘿蔔絲倒在面板上 切成長段 好方便包餡 這裡我又洗了一把黃豆芽 也給它切成段狀 裝到盤中備用 在不沾鍋里刷一層薄油 油溫微熱時倒入雞蛋液 端起鍋子晃動 把蛋液攤成一個圓餅 用中小火煎到定型 蛋液凝固以後在表面刷一層油 拖起底部給雞蛋餅換個面 再煎上30秒 兩面都煎成金黃色 就可以出鍋了 鍋裡留一些底油 倒入蔥花 薑末 翻炒出蔥香味 接著倒入胡蘿蔔黃豆芽 胡蘿蔔炒過以後 才能更好的釋放胡蘿蔔素 炒至胡蘿蔔斷生 加入鹽 白胡椒粉 13香 生抽 蠔油提鮮 再次炒均勻就可以關火了 盛到大盆裡放到涼透 雞蛋餅也涼了 從中間切一刀 分成兩份 再切成長條 太長的話 再改一下刀 切成小段 裝到胡蘿蔔裡面 在裡面淋一些香油 攪拌均勻 鮮料就算調好了 聞著就很香 今天不和麵了 買了一些餃子皮 拿兩張重疊在一起 用擀麵杖擀大擀薄 用手托起來看一下 隱約看見手指就行了 放入適量的胡蘿蔔餡 像包包子一樣 慢慢地把口收鹽絲 一定要捏鹽絲 防止漏餡 收口處朝下 放到面板上備用 電餅趁提前預熱 刷一層油 擺入做好的小餡餅 在表面刷一點油 鎖住水分 選擇中大火 煎上兩分鐘 底部微黃以後 拖起來挨個翻個面 將另一面也煎一下 這個餅皮很薄 煎製的過程用了三分鐘 兩面都煎成金黃色 就可以出鍋了 咱們的懶人小餡餅就做好啦 真正的薄皮大餡 裡面有雞蛋 蔬菜 吃起來營養豐富 味道好 不愛吃菜的孩子都能吃上兩個 也是一種少油健康的做法 早上不知道吃啥做啥的朋友 可以試試這個小餡餅 我是娟子 咱們下期見 吃火鍋 吃火鍋